那是客運的票價可能要去價了 因為車兩位官部了在去 臺灣省客運工會跟港禄局提出申請 要求讓票價到去三聲市 那是確定全台客運上市可以去四十塊 因為目前客運是台價在競爭 介紹報告官給三聲 有協助說就算通過他也不敢去價 客運市場人客沒有責因為現在不是減價的市場 不過你若是平常市場客運 台中台北只要八十塊 如果還用消費管可以減二十到五十塊 比這家客人車要更加熱 這種減價的競爭必須要經營 有九兩人客才可以回本 國土以外其他路線現在說要去 就此就說這個時機誰敢去 不緊急的狀況之下 民眾在掏腰包的時候他會考量 如果說你這種運輸票價再做一個調漲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消費者搭車的意願 看得到吃不到沒有什麼意義 國公客運也一樣 使用八十塊台中台北的價格 靠掉人數和車輛的成本 差不多是開一半就要一半 現在新度的路段 台灣市公共機車客運公會上 從六個來接觸差不多三聲市的票價調進空間 希望政府可以補貼 政府補貼一價跟票價的票價不要調整 票價是消費者負擔嗎 這可能的負責票價 民眾的看法真不一樣 是幾百是誰或是賣去 就是不要超過兩百字 我就覺得還滿OK的 這個月外地說到 郭樂園的開會心打票價 在這裡訂安 如果如果通過 全台灣客運有八到四十塊的負責空間 因為新度的各度客運 它的票價也有負責空間 這千塊條路線都會受到影響 還是進去的賓國 就算是這個政策實現 想到生氣 想到生氣 想到生氣的人會不會變過 現在就報道 繼續來看看是 分開控制的新法進入一個月 經濟當時基金會上新的統計 在一個月以來 總共接到一百四十多件的新所案件 其中八社都跟共同的重組有關 包括主管的辦公室 老闆或者是便室頂頂為幾十分的問題 民間團體好友 政府應該要拿出拼欄 要求全民禁分 這樣才能創造真正的無分的環境 聽各位知道 分開控制的新法進行時 包括三人以上 史萊江州中所 和史萊江州中所 都全民禁分 新法是一個月以來 民眾有人歡迎 有人感到還有改善的空間 基本上來講是有比較進步 但是沒有完全 完全就是沒有這樣子 因為不可能到完全禁言 我們會覺得說 這樣其實應該可以了 經過當時基金會上新統計 生懷實施了後 都總接到一百四十二件 什麼的新所案 其中有一百十件 都跟這場有關係占貸賞 包括主管辦公室 老闆境也就是便室 也有吃飯的問題 因此民間團體好友 政府應該拿出氣票 要求全民禁分 才能創造真正的無煙環境 集合室的辦公大樓 這個所謂的樓梯間 可不可以吸煙 竟然是由住戶來共同決定 那如果現在我這個管理委員會說 我們的樓梯間可以吸煙 大家可以想像嘛 我們所有的室內工作場所 都不能吸煙 但是我們的樓梯間 我們的電池間 煙霧瀰漫 合理嗎 另外當時基金會也提出建議 國內政府應該指定條例 提供違反 粉海控制發力檢基賬金20% 國內民眾參加重要衛生進行 只要讓粉海控制生態實施了好 講到拼拼救結果沒有進化效果 去吃 從哈記登 看來看今天是 有救消費館領的第二天 有10民眾拜託拜託的經驗 有救今天特別在頭下 大料動甩的七時 要來分散拜託的認定 不過今天早起去領的民眾沒有坐 有救告げ不正 第二天當地 領消費館的領出路 只有兩下 有救第二天本消費館 剛做領完加班很小的 每一份消費館 都是盡情到點不滿 到達民眾 這對老婆帶孩子來領 對老婆吃麻煙 安全度 然後速度 還有專業度 還有就是比較不會像 出錯的狀況那麼的嚴重 拜託來有救領消費館的人很多 拜託拜託漏漏等 很多人都說等太久 有救特別在門口上 整個新的路線 如果人太多的時候 領館的民眾可以站兩邊 不過在去領館的人沒有坐 昨天發的比例是 約在百分之二十五到二十六之間 今天早上我們大概七點半 就請他到郵局 來做前置的作業 禮拜是最沒有一個 加一個領館日 後禮拜開始到四月三十 民眾可以離郵局的 上班時間領館 不允許購買買 就有專門的堂口來訪問 記者綜合報道 謝謝